他不是已经给你写分手信了吗 就是说分手信写的还不够死心是吧 那分手信不是他给我写的 谁写的呢 是他爸妈 不是你写的 是我爸妈让我写的 因为他现在不是 不是 到底是你爸妈让你写的 还是你爸妈写的 让我写的 然后是你写的是吧 那不就是他写的吗 我怎么说的 三年的感情了 在这三年中 有事了从来没说 站出来问我说话 一个节考虑他父母 没考虑过我的感受 我就觉得他连直面我们的勇气都没有 对呀 我就觉得他对我太不负责任了 对呀 那你要怎样呢 现在我就想让他 挣脱他爸妈的那个想法 然后就是勇敢地直面我 跟他这样的感情 我帮你直面他一下 想分手是你爸妈的想法 还是你的想法 说实话 说实话 别人找人给你背锅 是你的想法 还是你爸妈的想法 都有吧 都有吧 对 谁的多呀 我的多 这是他的多吗 这事你真是 来接着问你啊 改志愿 你爸妈一说 你就松动了吧 对 因为我也想了一下嘛 因为我上大学是为了以后嘛 不是为了谈恋爱去的嘛 对呀 你看 我接着再帮你问啊 女生不在你身边的时候 这三年 你认真考虑过你们的未来吗 我本来想的是 他毕业了之后 然后让他去武汉 或者去湖北那工作 然后 好 现在我问你 他去了武汉 你一定娶她吗 看见了啊 他爸妈可不在啊 这意味着就是 不一定娶她 对不对 其实没人要逼你说 一定要跟她怎么样 但是你要坦诚地 跟人姑娘说呀 你不能说我不喜欢你 我不爱你 或者我已经不再爱你了 你非要说 我爸妈不让我跟你好 那姑娘是难受啊 是吧 三年这付出 好歹得据真话 对不对 对 就是要真话的对吧 对 你觉得这三年 都是他父母在做梗吗 我觉得三年都是 他父母在 他身后一直说 你傻呀 你怎么知道 他父母不喜欢你的呀 他自己跟我说过 因为我们当时 谈恋爱的时候 公开的时候嘛 他跟他爸妈说 你去见过他父母啊 见过一次 然后呢 等我走之后 他妈就是跟他说的 说我不太喜欢 这姑娘 可能嫌弃我 就是个专科的吧 我好不容易 我培养个儿子 培养是个阿本的 以后可不能找个专科的 这是跟你说的 他妈妈对他说的 独子啊 对 得担负起对父母的责任 考大学是自己的前途 对吧 女朋友这件事 完全可以功成名就再说 对不对 毕业之后 也可以吗 对不对 对不对 感谢观看